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识了俄文教员张昭德 受他的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 并在1923年加入共产党 毕业后考入黑级游物管理局 利用职业身份的掩护 接待过多位去苏联学习的共产党人 为革命工作做出巨大贡献 他就是长春第一位共产党人张景春 因为是最近是因为我们要做一系列的 建党百年的一些专题节目吧 然后我们当时是在找选题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这个人 这个人其实在网上信息很少 他是我们长春第一位共产党人 就是他在长春建立了第一个通讯站 然后就是发展了 就是当时在长春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人 然后同时也是在他的帮助下 然后在长春也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 可以说是我们共产党在长春早期的一个主要领导人物 所以我觉得作为就是我们今天电视台吧 我们很有必要去挖掘一下这个人物 就是如何在长春就是建立党组织 他是如何加入党组织 他为党做过什么样的贡献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题 由于此次选题的拍摄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 导演设计了很多关于武器的使用 以及破译密码的戏份 这对道具精细度和摄影技术都有很高要求 开拍前的分镜会上 导演们积极探讨 只为确保最可行的拍摄方案 我后来讲了 他不就是就是要了一个 就是你升级了 把它放到最慢 最慢成 然后再做所有人都不动的话 再做一个冲击那种感觉 那个设计到里面 能把子弹时间拍成都必须有几个元素 那些人必须是那种 那种比如说 刚好拿东西 或者是茶杯刷一半 或者打开的时候 那个烟雾停在空中 这些能体现子弹时间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那个烟雾 它不可能在空中停住的 或者说你能的那种 摔倒 半摔倒的时候那个状态 你用子弹时间拍 就容易特别拍出来 那 镜头 镜头不要是那个 镜头一定要游离进去 你不要在外围这么横移 或者什么那种 那种都是那种 减弱那个子弹时间的那个效果 在我们张景春这场戏里边 有两个档案 这两个档案都不是我们自己 都不是我们就是去做的复印件 都是他们张景春的后人 自己亲手拿的一个东西 所以到时候我必须要提前约好他们 把那个档案带到现场去 因为过于珍贵 我们也不敢保存就是以防万一嘛 就是让他们当天带到现场去 拍档案 拍完之后 然后他们再带走 所以就是要调节好这个时间 第一场戏需要布置一个 民国时期的办公室 道具师准备了很多 那个时期的老物件 75年了 又一次掉一次 这个报纸 就是我们那个 换钱购买的一些老报纸 都是真的当年那个保存的 我们从网上找了一些 就是购买包来 加速加速 然后把他的歌éd家扭出来 那再咋样 他不是买吗 不买了吗 不买 大伟要你弄 好 大伟啊 好 大伟ar Tag 我知道的 大伟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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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会一下怎么弄啊 那个 什么米粥 你合 detal坏没有吃完它 去 有 有啊 有 我们� criança 找一找一笔 没有 不是 这样 不是 写过程显示出来 不是 ar 这是米汤换 写到纸上 然后用点酒写色 就是一个这么过程 为了节省时间 在演员还没到达现场之前 导演已经和摄影师 讨论起演员走位 以及机位布置 那你就必须得去门外看看 就是有没有人 就是有没有人在附近 然后把他拉过来 就是悄悄地说明一样 所以那你把他拉过来放在 再说一句话 是吧 你把中间拿走也行 再照顾您好 必须知道那些事 那我肯定这个配备啊 体续的话 你这边就是 今天站起来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点时间是 可以稍微压着一点点 就觉得交给你一下 因为一个肉 重点说 就是肉 然后就是 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 其实一直有理想 有抱负的青年 但是你一直 没有门路去实现 学校一旦交给你 这个肉而肉 的体续要在 我接紧 我全都接紧 接紧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样 今天教育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直接带的感觉 在坐这儿 我坐那儿呢 你可以把它拉过来 在这儿 然后你倒水 倒水完了 就这样给它烧花 这样 那 那 那 中导 我们坐这边 好 然后 阿龙 你看一下 他们俩在这儿 接位怎么样 就是老师您找我 然后你去看了之后 你就让他坐下 就是今天叫你来 是有一个秘密任务 邓建立校长 对你很重要 就是交给你一下 秘密任务 然后说完这份任务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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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道找 他们其实 我们需要按地理 就是这么 知道 然后 我可以 他不是他问我 什么秘密任务的时候 我就可以边说 便中 对对对 那我空得太大了 对就是说 他他说的时候 然后 就是 你倒 倒水 对 因为我就空 对 我其实我们学校 对 其实 其实我们学校里 一直有什么 学校长 觉得你称稳兴 他是 觉得有我 带着你 就是 这个 这个茶杯 就是象征的利用 我们第一场戏内容 其实讲的是 当时 就是 他是如何 就是加入到我们 共产党的 这个工作当中来的 就是当时 在哈尔滨 有所东华学校嘛 然后 他当时 就是在这里 就是接受了 党派遣给他的 第一个任务 就是 护送 就是 护送当时 我们去苏联很多党的 早期领导人 去苏联学习 他这个任务 是非常重要的 就护送他们 一路从 军阀的统治下 然后逃过去 然后把他们 去护送到苏联这边 这个很重要的任务 来 参与 让你参与 我参与 你参与 你好 今天叫你来 是有一项重要的事情 邓派遣的校团 对你很是先生 决定交给你 像秘密任务 其实我们学校 暗地为地之在 接待前往苏联学习的 文字呢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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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你让他一开始的时候 看的时候有点像 咔稍等一下 她一开始看的时候 有点那个猥琐 对 有点 有点不像正常的 对 那个 就是你们俩 倒水 这个就是有点 那个 他有两个动作 你看他一看 小说话 不用那么工 那个 就是 ville说老师 你就直接拿水 拿过去就行 你不要再倒 你倒出来 那个是空水 没有水 然后你这动作有点慢 最后放的时候有点刻意 然后你也就是 你也不要完全就是 特别公着时跟他讲话 就是你正常 就是正常跟他说话就行了 目光稍微凝重一点 因为这是一个大事情 严肃一点稍微凝重一点 好 然后再来一次 今天叫你来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 冬杰明笑容 对你很是欣赏 决定交给你一小秘密任 好 看 来 换机位 作为一名话剧演员 第一次来到家室栏目组 饰演一名俄级老师 这对于从来没拍摄过 电视片段的男演员绿树来说 也是一个不暇的挑战 因为我们这个是 放大的反而是 所以你不能那么 放大的我再收一点 对 再收一点 你放松一点 因为你看 在这个画面里面 你的那个所有戏表情 都已经给你放大了 你再夸张的话 那会有点那个 之前跟这个菜导演 我合作过别的戏 然后这次他找我 然后我就过来了 然后接到这个剧本之后 大概都做了哪些通课 接到这个剧本 我就是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 然后抓住这个关键人物 去搜一些相关的 这个历史知识 去补充一下 让自己更了解 这个人物的各个方面 比如张锦春 或者是廖烈老师等等 廖烈老师是俄级的一个老师 就是我之前就是去舞台上表演的 这个情况比较多 就是可能对于这个影视方面 这个镜头前的这种感觉 可能稍微差一点 比较的这个偏夸张 偏肢体 或者声音的夸张了一些 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拍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眼 就是他那个话剧相 就是特别 特别有点那种板正那种 就是跟其实现场 还是有点太不自然了 然后就是当时可能是第一次来嘛 不知道我们节目 就是一般什么样的环境氛围 所以他是有点紧张 然后就是我可能就是 就是说了几次 就是说你需要调整一下 更放松更自然 就是做出一个老师 正常就是接待学生的一个样子 给予他一些就是演戏的意见 加世栏目组的录制节奏非常快 每场戏间隔的时间并不长 一场戏结束 演员们想抓紧时间 更换下场系的服装和造型 接两号 你们俩一人第一件 我到底穿谁的 都行 这边 让我翻一下 翻哪个牌子 穿大穿小 我这个都永远洋 穿大穿小 穿小 穿合适的 看新潮的这个衣服 就一个老的 老气点的 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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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家院一个穿这么洋气的 不太好 马甲直接穿西装 对不要马甲 穿西装 穿父女 是吧 穿西装 就这边 小粉 穿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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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 张景春 接受了第一个 重要任务之后 但其实 他因为忙于这种革命 或者说 忙于吸收新的革命理念 他没有时间 跟精力去兼顾他的家人 他的妻子当时在老家 因为农村 当时环境也非常恶劣 也没有钱 更没有 没有说什么医院去看病 然后所以他就是连着 失去了三个孩子 然后他的妻子 悲痛欲绝 就是说 就是要来投奔他 就是觉得 我们既然是夫妻俩 我们就是 有哭有难 都要一起承担 哪怕死也要死在一块 就是这样一场戏 来 什么好啊 来 回头走 景春 景春 你怎么从我家来了 孩子又没了 他生病发高烧 可是我没钱给他治病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病 我这次来的 我打算走的 你去哪儿会去哪儿 可是我就是死 我也要死在你的身边 好 开啊 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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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老师可以去换 下一场衣服了 贾老师 导演 导演给的很好 启发的很好 其实这种情况 有什么说什么 办技巧 办感情 让你完全地去投入感情 是不可能的 你这边打着板 这边架着杆 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 办技巧 办 办情感 就是你用技巧去勾引出你的这个情感 一般是这样去做 就是其实 刚开始这第一场拍的时候 他们都是没有投入进去的 因为他们就是 因为作为一个现代人 他无法理解 当时他 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集内卫视 关注情动时分 也别忘了收看今晚播出的 家事 他是长春第一个共产党人 曾秘密护送瞿秋白 人必识的共产党人前往苏联 他投身以地战线 为了不累积家人 一生从未和儿女们合过影 本期吉林卫视家事 为您讲述张景春 穿梭在中东铁路上的夜行人 夜行刘 接下来 气签